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集就厲害了 為甚麼這麼說? 我怎知道為甚麼,先給個Like 好呀好呀,你也要 支持我們的Patreon,五蚊雞無廣告 希哥主理,在上面那些有甚麼問題 或是甚麼希哥,就第一時間答覆 他好些用心,就是孕育我們的Patreon 給點掌聲,給個Like我們希哥 今集說好像跟香港人的健康有關 健康嗎? 疫情,或是這麼說 說甚麼? 說甚麼? 恐教授,應該這麼說 恐教授 他說,他突然間譽出驚人 是嗎? 他說實際死亡率只有0.18% 究竟是甚麼死亡率 比流感更高 他說稍稍高一點 稍稍高 0.43% 差不多了 每天都高 因為他的確掌人數低了 死亡率差不多 沒變了 他又越來越高了 搞法就 但是他突然間譽出驚人 其實他想怎樣 其實他這樣說 不要說是他 他們這一陣子 我自己說多 好像不止他 有幾個 專家 大家一起說這些事 快點開關 又說不戴口罩 他是這樣說 對不對? 大家衝過來 好像很急 不知道急些甚麼呢? 還有一個梁柏妍 對 大家現在走出來說 叫他快點開些甚麼東西 放寬社交 更加說 不要用確診數字 做一個調整的指標 連確診數字都不看 不是吧 真的 特首說 真的 就快可以不見到 代表香港的疫情 就已經很好 那些 那些 自己過爆香口 都快 真的快 你看到現在的專家說話 都特別快 明明 香港政府特區 搞的這個 所謂的放寬路線圖 都未開始 未開始第一個階段 已經過到第三個階段 現在就馬上去到 究竟 是不是真的 我們有些事情 你們知道 我們不知道 那為什麼會無端端這樣呢 天知地知 那講一下孔凡毅教授 講一下 為什麼實際死亡率 原來是0.18 而不是他們所謂的那麼高 原來是高過樓一點點而已 那大家不用那麼驚青 那怎樣呢 我們先講一下 香港大學醫學院 內科學系臨床教授 孔凡毅 原來在今日電台節目表示 他說 現在的階段 整體的走勢 都是向好 啊 現在暗誘了 他說 確診的數字 慢慢回落 需要 兩至三個星期 就可以去到三位數字 他說 如果六月已經有超過九成人接種第三針的話 確診數字 將會進一步下調到雙位數 我和你幾樂觀 因為他跌三千 八千三便是零的 是 有時候可能中間有些橫行位 橫行無機 橫行無機 我駕駛 為什麼這樣呢 其實關於死亡率的數字 那方面 孔凡毅教授就這樣說 他說 香港死亡率 高企方面 他認為 現在的計算方法是 計錯數 嘩 這樣說也可以 他說 如果 肯母以估計確診數字 用四百萬人去計算 其實死亡率 只有0.18% 為什麼計錯數呢 他就說 因為 他用那個感染人數 不知只有幾十萬 百多萬人 他說 你用這條數去除 不是實在 真真正正的 其實是 匿藏在香港的感染數字 他說 其實現在的確診數字 應該有四百萬人 左右 如果用四百萬人去除 這條死亡數字 其實死亡率 只有0.18% 那麼 究竟 用哪個位去除 就是 去除這個死亡數字 才是真的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專家 我們 他說 他說 如果 你說這個0.18% 這個死亡率 其實 相比起 每天 流感死亡率 稍微高 那麼多 蛤 這樣嗎 是不是 他就這樣說 那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事 難怪你們 好像快賣洋一邊 比打鼻 還快 是吧 不斷說 又說不戴口罩 又說放寬 又說不可以 因為那個 什麼 梁柏妍說的 叫他 快點放寬 社交措施 重開廁所 他說 你比老闆還要急 急於白業 對 還說 不要用這個確診數字 做一個調整指標 那大家用什麼來做指標 大家河巴有多少錢做指標 跌下去 只剩下一千元的水平 大家要重開 要不然就大家吃菊種 吃二手飯 大家吃 對啊 不只是他吃 不是拍到青年吃 那為什麼 你也要吃 我們在聽三機 你也要吃 是不是現在的經濟行先 變了 喂 我覺得 如果 我看這兩篇文章 突然之間 那個指揮棒 轉了調 這個又不是指揮棒 其中兩個樂手 不是 就是突然間 他們好像有些人 吹到 變成走經濟方向 現在 是啊 之前又說 會死人 是 是啊 死人又說 生命很寶貴 現在發覺金錢 更寶貴 應該這樣說 感染人數 已經過了高峰 你知道嗎 有些數字 很過分 有些我也忘記了報 什麼 什麼 唉 他說那些抗疫小巴 就說 載多少人 多少車 他們計算 你知不知道 計算人工 成本 載一個病人 你猜一下要多少錢 多少錢 三千人 五千元 這麼貴啊 五千元載一個病人 他載多少人 就是計算他一天載多少人 那當然 計算幾個人開工 多少車 五千元載一個病人 去隔離 醫院那些 他覺得 嘩 這條數不是吧 難怪德財爺說 花了六千億 是啊 我叫他坐一半就好 坐一半就好 所以說 有錢人應該當自己 是乞衣仔那樣花錢 你又漏到錢 你有錢人 我說我有錢人那樣花 富婆 富不過三天 他真的無限金錢會花 錢不是問題 是問題 其實是問題 香港人 是啊 我相信 可以完全不看數字去買東西 就連李嘉誠先生都還不可以 他不會 他去買一間公司回來 都要看別人的公司值多少錢 李嘉誠的錢是他自己賺的 哪位 不要說誰 香港的錢 就是香港人賺的 他說很有錢的 都不是他賺的 那些錢 就是二世祖的性格 口吻 大家可能看到 現在 所以我說 為何感覺上 純率 開始有點變了 明明在玩樹琴 現在就拿出喇叭 來吹 就開始轉回 看錢 經濟的問題 好了 先說 即是繼續說 孔凡藝教授說的話 死亡率 既然 就好像他這樣說 數字不是這樣脫 年輕人 四百萬這樣脫 既然 低於流感 他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不是低過 是稍高於流感 少許 他說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現在的趨勢向好 確診數字正正慢慢回落 他相信 仍然有不少感染者 在社區走動 只看這個感染者 就好像在想喪屍 是不是 因此 其後回落的速度 不會太快 需要兩至三個星期 才能夠達到 這個三塊的數字 為何會橫行呢 原來就是這樣 他也指出 到六月 接種率打到 有九成人有三針的時候 同時間感染人數 已經達到四至五百萬人 其實差不多 整個香港都是抗體 你打到第三針都有九成 再加上有同時間 感染人數好 還不是有整個香港抗體 他說 相信 整體感染人數 和疫苗接種率高 疫情是會受控的 街時 他說每天確診數字 將會處於低過一百宗 或者更低的水平 其實他之前也指出過 他說政府放寬感染控制措施 仍然未見反彈 他就這樣說 如果你現在放寬 做一個人群 讓他們開始流動 而看到確診數字沒有反彈 他就證實了一樣 香港人群已經達到群體免疫 已經達到一個水平 他就說 病毒全部會緩和 他說 這個地步 你們就可以放心 六七月不用戴口罩 這樣 他也是很堅持這件事 是啊 好笑的 有人上次我們不是說 不用戴口罩 然後 我不是說 不要剪了 我想戴口罩 然後有人說 你瘋了 網友說 你瘋了 還戴口罩 唉 你都不懂得聽我說話 算了 我都說不要剪了我的邊 我正在用什麼形容 你很難 都不適合頻道 不是 我都說 有時候我都說得很白的 你戴了兩年口罩 突然間 你明明穿開兩褲 不穿底褲 突然叫你休息 底褲你會 嘩 嘩 很像這樣 說到這樣 你都很難解釋 很難溝通 不要緊 我們可以在詳細的位置 詳細告訴你 詳細不了 大家看你們的覺悟 對吧 至於說到話 就算 被你在室外脫口罩 其實他認為 病毒依然有高的傳染性 故此不會完全取消防疫限制 但是他指出 如果六、七月前恢復清零 當顧客和職員 都已經打齊三針 屆時入座率 已經可以恢復100% 每台最多12人 其實 很老實 你去到那個位置 你都已經是取消 大九成九的防疫限制 是不是 說到說 你頂磅 是不是給你在室外脫口罩 對不對 說到說 G... 其實是不是政府 派這個抗疫蜜疤 話說話 有 是不是在派的 好像是 有些人收到 就未傳聞 說到說 這個抗疫包 接下來政府 正在做 孔凡麗教授說到 市民 收到物資包 可以做快速測試 相信 每個人相近時間做檢測 是對疫情控制有幫助的 他也建議 對於所有人在年底 接種加強劑就好像疫苗流感一樣 說到 接下來 不知道是不是會有 Omicron 針出現 他說 有機會 打完這些Omicron 針 加強針之後 疫情 將會走向這個風土病 這樣說 他非常之 看好 是不是 因為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說到數字 那個死亡率 原來0.18 根據孔凡麗教授 這樣說 說到 醫管局行政總裁 高拔昇指出 近日已分析死亡個案 初步顯示 約四成多的死者 是跟新冠病毒有直接關係 有三至四成是沒有直接關係 這樣就麻煩了 每天死亡數字有一半是 當然 你自己每天 如果聽我的新聞都聽到 我知道 那些長期病患 如果我是聽眾的那種角度去想 蛤? 你現在是這樣的嗎? 我都說 我都跟你說 我這樣算 老人家有些是有關係的 是 會有 會有 不是沒有的 但是真的很多是 都說跳樓都算下去 你自己說 很疏堂 有些不是純親戚 是呀 是呀 他喜歡的數字大 他喜歡的數字大 不是比他大 我都說沒有好處 所以你這樣算法 什麼都認第一 不應大時大 詹叔說是叫昂 沒錯 不應小時小便笨實 沒錯 他不應大時大 那真麻煩 昂久久 其實你這位大沒用 是沒用的 除了嚇到人之外 你又幫不了事情 嚇到人都走進醫院 不是呀 你搞到人家不開心 抑鬱 對呀 你抑鬱 你怕家人確診 有人跳樓 真的不是開玩笑 心不安 五臟則不靈 你猜中醫都會留 是啊 到時候 變成情緒病 橫行 當然有 當然 看完高拔聲 這位醫管局行政總裁 這麼說 那你既然原來說 有四成的死 即是 三四成 沒有關係 那你把那個死亡數 再去抹出來 再根據 孔凡麗教授那種說法 說計算錯誤 其實現在 現時實際感染人數 已經是 大概有四百萬 那他說 你用這個實際感染人數 四百萬 當然你除回這個死亡數字 那其實他得出的結論 就是說 原來是略略高過 流感多一點點 那就難怪 現在這麼多專家出來說 喂 快點放寬這個社交距離 喏 說到梁柏妍說 標題這樣寫 促請政府 是吧 加快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重開處所 不要用這個確診數字 做一個調整的指標 這樣說 為什麼這樣說呢 醫管局前行政總裁 梁柏妍 在這個社交網站表示 社會放寬這個社交距離措施 或者的確有機會 令確診人數 短暫回升 但是 他絕對相信這些是輕症患者 這樣也是的 走得出街都是年輕人的 很多都是 並且希望政府能夠盡快 令市民的生活回復正常水平 隨時可能他們看到 觸觸給我廣眾 情緒病的患者向上升 確診者向下調 這是另一個弊病 當然 那些更難搞 那些就 輕症無精狀 患者都說 在家裡有幾天康復 那些情緒病不是那麼容易搞的 梁柏妍表示 正如估計 今次疫情在這個月的下旬開始回落 根據香港大學估計 現在超過一半市民感染了病 相信疫苗接種率會持續上升 再加上 他說 社會的免疫屏障 一天吹穩固 口服藥 被廣泛應用的情況下 確診數字 相信過多一個星期 會回落到 數千多單 應該是三千多單 而死亡數字 會跌到雙位數 正所謂的事情已經回落了 他們是很快的 政府 林鄭在這個位置上很怕反彈 所以她都放了一個比較手勢波 路線圖 你都看到是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的檢討 被人問到 會不會在4月21日之前 再提早放寬林鄭重申過兩次 好像說沒有空間 完全沒有這個機會 沒有空間 看看她有沒有空間 她現在好像都 這個星期 你好像看到她 經常頭疼疼 不知道 其實很老實 有些事情 大家都說那一句 她沒有水星球 是不是 如果可能兩個星期後 真的 突然間那個確診數字 落下三位數 甚至乎死亡率 即死亡率 即死亡數字 得分雙位數 甚至乎 這些位置 其實這些才叫應該 現在還是不應該 是 會不會那些專家說完 會否突然跌下去 那些專家說完 其實你已經跌得很快 不算快 你一天就跌三千 死亡數字 也不是跌很多 那她現在這樣計算是甚麼 對 對不對 你為甚麼要搞到香港 你跟 好像剛才 孔凡 或者高拔昇 那樣說 你裏面調查那條數 原來有四成三 至四成 是不太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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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沒有甚麼關係的時候 你應該 一早一個位 就撥出來 那你死亡數字 沒有那麼高 大家都安心一點 是不是 你根據 內地中央那些專家 就算 中央也是這樣說 是不是 你不要 就是那些死亡數字 講清楚 是不是 你令人很擔心 這些位置 你現在還是按不下去的時候 更加擔心 那當然 你現在 數字是慢慢回落 他這樣說 梁柏妍就表示 放寬這個社交距離措施 有機會 令到這個確診數字回升 他相信 主要是因為輕症患者 或者無症狀感染患者 在這個成功 減除重症死亡 的措施之後 他希望政府能夠加快對外開放 加快重新開放這些廚所 恢復經濟 期待 想著 給市民回復一些正常生活 大家都很想快些過這些正常生活 沒錯 林鄭之前說到 她強烈感受到市民 對這個 防疫的容忍下降 是不是要笑的 我現在 我現在 不用笑 我看到 專家 都好像忍不住 連專家都頂不住 不停 為現在的環境 真的說了很多聲音 那 公務論點都好 其實我會覺得 一樣是真的 你 一說放寬 或多或少 可能在現有的階段 那些人 就會出來覺得 是不是真的可以放寬 會不會一會兒再轉頭 又收緊 在這個位置 都抱著一個質疑的態度 那 因為擔心 你一放寬 即是放寬社交距離 如果 確診數字再向上飆的時候 你又會不會收緊呢 那從營商的環境來講 是一個再打擊的 你本身只剩下兩滴血 你再弄多一下 他就知道了 那梁柏妍所以又建議政府 他說你不要再用這個 叫做確診數字 去做一個調整社交距離的標準 那 如果 那這件事要政府去說出來才行 是吧 因為大家都 始終擔心這件事 究竟政府在哪個位置會再持續呢 那你做生意 那你做生意都是 還有得持續 即是如果你放寬了之後 放寬了之後 會放寬 那你會不會 那你 突然間你跟我說持續 我真的被 一鑊跳起 沒有東西要持續 你全世界都放寬 你一鬆 香港是最後一鬆的了 你自己再持續 那 不知道的 怎麼知道 還能持續 真的持續 持續持續 持續持續 是不是 那你現在個個都心裡滴血 是啊 不是說躺平和病毒共存 而說 他的生意躺平了 現在 對不對 真的持續是 真是清零了 他說 他說 應該用 究竟你不用這個 確診個案數字 做一個指標 應該用什麼做指標呢 他建議 他說應該用重症 和死亡數字 醫療負荷運作 是不是做了一個真正的指標 調整社交距離和開放這個政策 他批評 當局決策 已而不決 決而不行 那麼 有關措施 經常 就 想到 又不做 好了 環境惡劣 他才拿出來 這樣 一直錯判形勢 這樣 現在 大家都在這 事後 恐明 當然 這樣都明白 但是 究竟是 正所謂 事不為也 還是 非不能也 究竟是怎樣的呢 這件事 我們則不得而遲 因為始終 我們做一個普通市民 都是 看著政府 你要行什麼政策都好 正如我剛才這樣說 你做生意的 你在這個時候 食肆 究竟 你說放寬了之後 會不會有機會再被他收緊呢 那你會不會重新再調整個標準 接下來 有什麼因素 會令到政府 重新收緊社交距離 當你放寬了之後 那這件事 市民 普羅百姓 甚至乎做這個 商業的角度的人士 都會值得去留意 因為 始終經歷了這麼多波 尤其是餐廳食肆 波波都有他份的 是不是 有他份 被人收緊那個 那 他們都會擔心 你怎樣令到別人有信心 其實你可以繼續運行回來 甚至乎 好像我們這樣說 有些想著做生意的 是不是 那 我來投資 我也想知道你們接下來的政策是怎樣的 你們會不會有什麼規例 標準 令到他們不會再 或者他們知道 原來的死亡數字 好像剛才那樣 梁柏妍這樣說 原來政府 用一個死亡率 死亡數字 或者醫院的醫療體制 去做一個指標的時候 起碼大家都可以看 對嗎 大家都會有數字看著 唉 差不多 這期嚴重了 大家要當心留意 如果不是 純粹就是看一個確診數字 而死亡率很低的時候 是啊 數字大 但是死亡率很低 那這件事又是怎樣呢 這些是值得研究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去到這個位置 那些專家 殺有介事 都衝出來 嘩 快點快點快點 不停搖 不停推 不停推 推什麼呢 就是推出這些消息 就是 比政府還要走得更快 給他壓力 撕壓 他能撕到政府壓力嗎 喂 打針 你有份谷 你有份縮 縮 谷你有份谷 縮你沒有份縮 正所謂贏又谷輸又縮 現在是輸經濟 就是縮 縮不行了 但是 縮下縮下 隨時是 這樣派發不是辦法 你花了六千億 不是六千萬 大家有手有腳 不用等政府施視 大家可能真的 見到那六千多億這樣 使用 都真的縮 嘩 你眼都凸了 不關他事 波叔 波叔應該最有感覺 他說 我們支持動態清零 所以那裡才覺得他奇怪 那些醫生專家 沒理由跟錢 覺得有關 你們負責什麼 你們負責是 最主要是市民身體健康 是 他不是社交距離 你應該多說一些 其實長久這樣 屈下去 都是有問題的 我看霍啟光好像都繼續鬧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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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鬧 阿霍啟光 他完全頂不住 即是 講到說 再批評 因為 你知道林鄭 去到這個位 我們講到說 究竟你有沒有空間再放寬 再三提及 都是這樣的答案 講到說 霍啟光 是不是 就 唉 就是 當然是不開心 因為你看得到 你的專家都講到這些說話 那時候沒有理由 沒有空間 是不是 講到說 就是 阿霍啟光 就說 他在這個叫做 Facebook 是不是 上載了三張 市民在海旁集會 不是集會 集會 在那裏看風景 吹海風的照片 指出 政府的措施 根本沒有真真正正減人流 但是問題是 你的數字的確回落了 這件事是真的 其實 有時候你不要 中得差不多就回落了 又未必是措施的 政府覺得你的措施是減少人流 但是 其實 在坊間來說 又沒有減少人流 減少人流 減少人流 論排隊排隻 錶排到拱樣樣 又被你這樣集結 那不是跨家庭聚會嗎 多卵餘 其實 是呀 你去到這個時候 你根本 勒都勒不住 你明白嗎 那些馬重口 是不行就不行的 你真的要衝就衝 去到那個位置就 去吧 你比如 阿霍濟江都說 喂 你為什麼 你現在 你走來 為什麼不可能提早解封 對不對 其實 你對於這個 所謂的抗力疲勞 是不是真的 看不到呢 對吧 其實那個環境 你不是說 現在還是六七八萬 九萬 對吧 你跌回到四位數的時候 你還覺得 他怕他反彈 你這麼多專家 現在出來 為你去護航 台橋 這個放寬 給你們很多不同的意見 為什麼政府好像還是沒有空間呢 他們就覺得 霍啟江更加說到 真是批評了 他說現在的防疫措施 根本沒有幫助到林鄭月娥日前 再三強調的減少人流 是不是 即是沒有用 是啊 他覺得沒有用之餘 很多事情都困住了 喂 你人是這麼多 但是你變相 推了別人去其他地方 那我們這些 想做運動 想看育界那些 香港隊那些 他老婆是什麼 是游泳界的 對 那很多人都不行 其實 有一點點 讓人感覺上 什麼呢 就是鴕鳥政策 看不到 不開 你以為人家 就是鴕鳥 鴕鳥 我也形容得不好 鴕鳥是逃避的 看不到就算了 他不是 他是緊 他緊得來 又做不到事情 死亡都是高的 最慘的是 所謂的高利益家人 不是說 很多古靈精怪事 不知道是不是天文儀仗 搞到現在 香港出現這麼多怪現象 是吧 連霍啟光都說 你這些所謂的緊的社交距離 你看人家 每個人都去了海邊 就是海旁邊 那你 是不是真的很緊呢 是啊 緊啊 招招辣 但是人家已經受不了 那不如你 叫做 借花敬佛 去到這個位置 還不行 鬆一點點 不行 不行就不行 沒有辦法 誰叫林鄭月娥 我們看到這麼多數據 我們看不到嗎 是不是 他一定是背後有很多數據 我們不知道 他才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只能夠這麼說 那你說霍啟光再出這些帖 或者你會不會再發信 霍啟光 是不是 因為始終 你們發這些工 比我們 或者比普羅市民發工 更加大力 是吧 畢竟你們是專貴的立法會議員 專貴的 是啊 那麼你們這麼多位 專貴的立法會議員 加上這麼多專貴的專家 在一起 是不是 我相信 林鄭去到這個位置 可能多或少 或者可能會再轉口風 不要緊 我們不介意你 今天跟昨天說的事情不同 香港人都習慣了 是不是 不介意的 真是自錯能改善莫大言 是啊 我聽過阿姐說 她說 她說你要 你要覺得 對 你做人一定會有錯 不是 錯不要緊 你承認就行 改就行 很簡單 這個道理小孩子都明白 你沒有理由一錯再錯 然後覺得自己是對的 嗯 你錯了 你肯改回對 人家更尊重你 是啊 但是你錯了你不肯改 是啊 人家是看你不起的 嗯 即是覺得你是 一意孤行 是啊 你是錯 你知錯很簡單 搞定它 嗯 你香港人三日記憶而已 打死 即是倒死杯水 你抹掉它就算了 你還要人多捱三十幾天 你這樣不行的 你去罵一隻杯 本來我告訴你 不記得的 是 香港人三日記憶而已 但是這幾年裡 不斷地這樣 我們的記憶 就去到五成三 就是十五年 你本來第一天抹掉 三日就忘記了 第二天 寶寶很美女 很傻 不是 玩了五年 包括黑骨不領心 對 怎樣也好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柴狗哥 就是了 下次再談 拜拜